这一场战斗势在必须 于天一战您有信心吗 从来没有真正打获哪里来的信心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战胜 你终于现身了 在荒原我便知道是你 在你找到我的同时我也找到了你 夫子在荒原三剑屠龙 将一道人间之力注入桑桑体内 只因夫子早已察觉 桑桑便是浩天 所谓冥王亦是冥王 如今桑桑已然觉醒 可感知天地间的元气流动 想及永夜将至 大劫来临 夫子终是必无可避 可饶是夫子大能 依旧没有信心胜天 为尽可能地感化桑桑 这段日子里 夫子每天带着二人游水完山 想人间美味 共看长安花 带着宁缺与桑桑回到老笔斋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在书院感受山河岁月 在热河湖畔感受人生巅峰 本以为浩天的快乐 能让桑桑产生一丝 留在人间的念头 可惜这无情苍天 终究无法感化 眼看桑桑手中的黑色棋子 已全然变白 本想让这屠夫九屠出一份力 哪想这两人狗活千年 仍旧废产 那么还想再躲活 躲活两千年 躲活两千年 对 两千年 你们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已经活了一千年了 还没活够 你要跟浅东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诗人把你损成一个夫子 你以为你枕子亮不起来 是不是 看着两块朽木实在无法雕影 夫子也懒得和他们废话 既然日月轮回 生生不息 想来那天书名字卷中的月亮 也应是很美 此时就见一道天光落下 想来天门将开 浩天丛林 身旁的桑桑已缓缓升起 那身上散发着道道黑气 脚底却洁白如玉 如彩梁朵雪梁花 身在黑暗 脚彩光明 原来如此啊 而此时 南海之兵的陈某 西陵桃山的神殿长将 玄空四蒋经首作 亦是共同注视这西荒 毕竟天人之战 又焉能不尽 无数的光明 从桑桑的身体里喷涌而出 那有黑瘦小的桑桑 忽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洁白温润的浩天女神 眼看天女即将破空 夫子黑袍一抖 一跃腾空 朝着天女大喝一声 想回天荒 你回不去了 话音未落 那夫子便猛地向上一窜 拍了拍天女的狱卒 本没有任何情绪的桑桑 瞬间感到一阵极大恐惧 瞬间光明大作 浩天神国的大门 就此崩塌 只见一道流星陨落 宁缺仰天咆哮 他知道老师再也回不来了 桑桑也是 监牢中的墨珊珊 对着西方一轮 此刻整个人间 都在回荡着一句话 那流星不知落向了何方 而此时的天空中 竟多了一轮明月 世间各地竟莫名飘起了大雪 这场雪很大 延续的时间特别长 那佛陀笔记中曾记载 日月轮回 光明交融 然无数劫来 万古长夜不见月 此刻方知 夫子便是月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夫子登天化月 众人无不悲仇 唐王李仲义听闻此消息 只觉唐国天塌 极果攻心驾崩而去 那唐国国师李青山亦是如此 这唐国内部顿起血雨腥风 可有人悲伤自有人欢喜 这西陵神殿长教得知皇后乃魔宗 便要借题发挥 举世发唐 九徒屠夫直到自己又能苟活千年 喜笑开言 而此刻最兴奋莫过于这只手冠主 百年前被夫子一棍 混足南海不可上岸 如今夫子登天敢问九州谁能与我沉谋一战